大家好,我是小伙优优独播剧场,观战一下 目前没记错的话是S3还是S2的鱼女啊 之前有看到过一次 呃,这把的话,勘探画家两个飞轮 机械师大概率飞轮 三飞轮配傭兵修机速度够快 打架能力有,这边还有个扛抓的 娃已经放出来了 鱼女这把凶多吉少,人还没找到 没了呀 这个局怎么打 这个局,鱼女只有在防守端打出双岛以上 注意啊,不是几以上,是以上的节奏 鱼女他才能保平啊 就比如说过半 那比如说水气加震慑 你真的打出水气加震慑,用逼人救不下来 这个局,鱼女他都不一定能赢 他可能能保平的,不一定能赢 因为这个阵容有点强 这个阵容的开局有点好 画家这边来掩护,交闪现击倒 算一下,密码机总量的话呢 差不多是两台,不到一点 主要前期第一波,这个介石飞轮没有交好 但是问题大不大呢,问题真不大 问题真不大,这个局我觉得依然是求生者占据一定的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套阵容修机快 这套地图修机快 然后穷者这套阵容他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实力很强 看难缘,画家这边是不是有画了,看难缘这边是不是能打架 对不对 你只要给到我一点点机会,我打一波架 我立马翻给你看 我即便抓不了机会,我这三人残局我也很强 这边画家教画,先把人扯下来 有飞轮的,飞轮顶掉,好的 这边的机械师倒是手里面没有飞轮 但是画家这边来保一波收叉 机也是这边贴边95的水器 画家这边下一幅画 如果说能让这个机也是走 差不多局面就开了 差不多局面就开了 看他也来了 要命了,要命了,来来来 两个好哥哥,一个接一个的保 我吸,吸,我这边磁铁CD马上好 我再丢,我再吸 这个磁铁捏这么紧 机械师翻,磁铁 不着急,这边磁铁 压着,哎,压着 你这边牵人,我来搞一手 哎,好 然后掩护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把鱼女 会非常非常难打 他真的打个双岛 都不一定能保平的 好了,这波看待员 属于是一个路过的OB OB完了以后呢 佣兵这边套个薄命 密码机差不多就够了 密码机差不多就够了 看待员,我不救人啊 你有薄命的,谁有薄命谁上 这里的话想挂这台遗产机 想挂这台遗产机 挂不住啊,有薄命啊 而且这个鱼女的话 这边技能CD没有好 有技能CD好了 切个失常 可以往保平方向打 但也仅限于保平方向 这边的话,看待员 飞轮是没有能躲掉 这个水气伤害 但是不打紧啊 我这边的画家也过来了 机械师王那边的机子 估计也差不多好了 人就下来 好,这边的话水气很满 但是不顶用 切失常 哎呦,不对 这边,What 这什么情况 这一波,这一波伤害给的有点多 画家这边也吃到伤害了 看待员这边倒地了 机械师这边也要倒 傭兵 等会 机械师的娃过来打一波吗 这个局还真的要出事啊 一个冲刺 这边 排过去 找到机械师的话 难道一脚失常定乾坤 找到了 机械师 中场的机子不一定抢得开 女女丢个回游 画家这边可能 外面得再起台机子 外面得再起台机子 看待员这边得 想打架 想打架 女女 别管看待员 管佣兵啊 这管佣兵你能赢啊 管这看待员 有个地下室好像 我真的 这个一脚失常定乾坤 这乾坤不会定下来了吧 画家捡起了娃 佣兵来救人吗 机子压好了 要不直接亮吧 对 直接亮吧 这个没法打了 这再进地下室 鱼女的地下室 谁吃的香 你一个失常鱼女 对吧 我三户必佣兵 画家这边如果说安全 这个佣兵是有机会能走的呀 佣兵跳地窖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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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平 现在这个佣兵应该是处理不掉的 但是目前来看就是画家这个位置 娃娃这边在点门 有耳鸣了 佣兵在中场吸引 来呀 抓我呀 这边肯定不被佣兵吸引吧 被佣兵吸引的话 画家走门 佣兵跳地窖的 安排的比较好 这边的话佣兵的这波吸引是 因为画家不一定能走的 刚才那个位置我们看到 如果排到了画家 白板对吧 佣兵这边想出门 虽然说穷者在中间这一波的时候呢 吃到了过量的伤害 但是还是凭借着他们的一个优势 前期累积的优势 等于说就中间送了一波回去 差一点点就没了 但最终还是稳住了 因为佣女切了时长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